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是中国口音 跟江浙话 你说谦卑 琉璃 基督俠 我学过点日语 可是咱们日本反扑过咱们有那种文章吗 我们近代的好多词科学干部 哲学全是日语 所以日本说咱们同文同种排除他当年侵略我们说我们那种国耻感之外 那是对的 就是汉语 汉语圈你看越南话里有70%是汉语 我到韩国去 人说苏州西区聊说我说弄韩国他听懂了 韩国共产党他都是一个翻译 是广东人士的 特别像 争复 他韩国话也是跟汉语是一回事 所以我觉得语言它只能有中心 但它不能有什么规范标准这些都不是个事 有好多缺心眼的语文学中学语文还给人挑刺 你看他们敢给我挑吗 不过语言的确是不需要有一个太强的规范 我觉得政府的公文要规范 是吧 文件要规范 法律语文件一定要规范 民间我文学小说你让我规范什么 对 而且实际上你看我在广东电台工作过 我就发现那没法弄 你不能在北京想着全都给我自正腔圆了 你自然像我这北方人到广东 我自然就要减少耳化音 要不人家听不懂你这个 它是会一个自然的过程 在青岛的时候广播电台就去开始传道一个小岛石岛 就是当年 市岛人民广播电台冒表又错了 市岛人民广播电台 它交通话嘛 你让他说北京口 你讲 但我觉得这很好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去研究一下这种语言 它流变的历史 比如说我们说话的腔调的变化 你看到的就是整个的文化的这个混杂的历史 然后你就看到没有什么所谓 纯正不纯正这回事 所以文化这个东西 我觉得不能够强求一个什么东西 我比较不喜欢的就是 你要追究一个文化所谓的本源是什么 它有没有什么不变的系统 它的根本在哪里 其实没有 它就一直在换 一直在变 你比如说像刚刚你讲 日本怎么样去影响了现代中国 其实何止影响语言 它还影响了一个世界观 因为中国人的过去的世界观里面 比如说我最喜欢讲的一点是什么 比如说讲中华文化 我说中国的本质是什么 就在文化里面 就连文化这个概念 这个词过去的中国都没有 你回头看看过去中国历史上面 你看明朝有没有人写过文化这个东西 没有 什么叫文化 文化 我们今天讲文化可能说你的艺术 你的建筑 你的音乐 你的文学 但过去这些东西 中国人是不会把它放在一个范畴 叫做文化 是连文化这个概念 这种看世界的方法 这种范畴 我们都是现代才学会 是透过日本人在讲解 我们是向日本学习的在近代 对 你知道咱吹牛最大吹牛是什么 就是长城 长城最近不是新的七大古迹吗 咱们一律不认为那是古代七大奇迹吗 新的里头有金字塔 咱中央台自己播的 在新七大 我们在投 让大家鼓励大家投票把长城选进去 在新的七大奇迹里 只有一个是古代七大奇迹 是金字塔 人家是五千年前宿 您是四百年前宿的 明长城 您怎么可能是古代的七大奇迹 人家把砖码的长内叫奇迹 古代奇迹有亚历山大的灯塔 是吧 哪有耶稣像巴比伦 那是建筑上你必须有特点的 是 他最近说的话 我正好有一遭遇 就是我又去了台北故宫 很快春节 我又去了北京故宫 我去我就想起他说的那个 就是说 你别以为中华文化就是现在的辫子戏 大红大紫 实际上现在北京故宫重新翻修了 一去我有点不适应 你知道吗 我一看他 我一看他 唱戏似的跟戏台似的 新七七 修的是看 但是后来我一想 他当时新的时候就是这样了 然后你在台湾故宫 看到北宋的文物 什么汝窑这些展览 你想 这种雨过天清云破处 它是那么一种美感不一样 所以吴书真不靠谱在哪 您都是总统夫人 您还玩金子玩银子 您怎么不知道玩艺术品呢 真这么缺心眼 你太吐了你了 我也是医生的儿子 我还知道孙风风雅呢 搞政治的人 不懂品位 是很可怕的事 我说有一回就是看一个回忆录 是威马共和 德国威马共和那时候 他们那些人 对 威马共和 他们就冲击普鲁士皇室 搞革命的时候 有一个带头的人 他写回忆录 他在回忆录有一段话 我觉得令我印象很深刻 他写什么 他说他们一群暴民 柏林市民冲进了普鲁士王的皇宫 冲进去的时候 他们很惊讶 很惊讶什么 看到这个皇宫 就金碧辉煌 但是那么俗气 然后墙上挂的呢 不是什么大师的名作 都是他们自己那些皇室 皇后的画像 那种结婚照那种感觉 后来他就想出一个东西 他说这种人当皇帝太可怕 这种没品位的人啊 他当皇帝可怕在什么地方 就在他眼中 世界上没有好坏的分别 怕是什么都可以毁灭 说中国人来传言什么话 说我们为什么古迹没有 只剩一带他的招转技巧 是因为我们是砖头的 人家是石头的 所以我们都说他不能烧 我们是木建筑 其实你到欧洲一看 罗马那全是砖头的 因为人家从戈德 罗马破国以后 没再烧过城市 对 中世纪1000年教皇统治 没再烧过教堂 罗马最多抢哪东西 没再烧过 其中间这样的巴黎也没烧 我们是300年一烧 咱这历史完全是杀人放火 你说言明园 英法联军烧的一下哪光 那都是后来全台湾家修园子了 你知道吗 北京的城墙我小时候都有 到地震盖几乎彻底把城墩搬工 家里盖小房给搬了 圆明园里头那些石头怎么可能给烧了 有钱人家修圆子 就从里头拿台湖石走 那木料全都拉走 搬了一百多年给搬 中国人把砖给搬走了 前些年不还搬长城砖盖自己茅坑呢 所以天经有一种说法 叫做八月好像是我的生日 我的生日不太靠谱 你说你这生日前一天是邓小平的生日 那就别这么联系 我在生日 我是狮子 我是狮子处女 八月二三是罗马尼亚祖国起方日 其他赛斯公从这领人上巷处十万货集 有来历的 还有天经有个叫 八月八月联军进天经是八月二三 这帮村子都跟着抢 他们一开始教民是山东农贤的农民 收完夏天 孝双完了以后就进了天经 跟着抢这所谓二毛子 新教的人 把大山烂都给烧了 接着联军一进城 他们跟着联军后的抢 文史资料里有个带着 是王晓二的回忆物 就写这帮孙子 发了很多财 跟着 人家联军把支持议和团的王爷家 潮流 他们家就进去 抢 跟着联军后面抢 咱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就是那边 行了 这史学界你祸害了一下 咱扯个别的话题成吗 我就是昨天我还看到他以前写的一篇文章 里边说到有过一段很拧巴的经历 就是搞电视剧 他自己也承认 就是说那个时候多少有点想挣钱 或者说想借电视出点名 但是这就是一有了观众的这么一个概念 弄起来好像就觉得心理上觉得很不舒服 不是 电视剧实在太辛苦 是一体力活 你想一集写一万五千字 我写实际是十五万字 我和王爱玲和乔宇 我们仨人写爱你没商量是四十集 四十集是六十万字 你说几个发表想说 让我们俩发跃写完 一集一千二那时候就是最高价 两千五张和平给 那时候张和平他们第一次搞电视剧 最后给我写残了 给写恶心了 写残了能到什么状态 看这恶心 不想写 一天写一万字 我后来这么长时间不写东西 就那次给我写恶心了 是跟我主持节目一个感觉 我用什么话一天我说写 都过节都方便 也是过节方便方便 我不能过节 我再给你们扯这 我当时就说我不能干这事 我这什么 后来就把这事交给乔宇了 从此我就不写电视剧了 电视剧 而且特别长 它是满足老百姓的 你得按照主旋律来搞主要的 老百姓的创业价值观 你说好人必须有好报 感觉上为什么不太成功 给孙丹的腕有点伤了 就是孙丹这个人瞎了以后 他有生气 可是老百姓喜欢的刘慧芳 有多大苦扛着 其实那边谁扛过 我眼多瞎我都不能生气 但是他就觉得你这孩子不善良 老百姓虚伪的道德特别讨厌 我不伺候你 但是你比如说 好像咱们通常有个印象 感觉是搞电视剧 或者搞节目的 这都是脑子里装着观众 但是感觉是艺术家 就是为了自己 可是后来我接触一些 比如说画家 我就发现也挺有机心的 也都是好多人 都是实际去看着市场 现在流行什么范 我给你整个什么范 你说你在写小说的时候 真的就不考虑 因为我没法考虑 我知道你们是谁 你们不是张三里斯 娃尔玛子 你们有统一概念吗 电视剧有 因为电视剧 比如家庭凤云 他们有个统一爱好 他其实也被长期训练的 对 他根本不是自己有爱好 就跟你采访老百姓 我都是一个口 这是催眠下的结果 他是长期的毛主席的 叫颜文泽文会这种现实主义的 典型人物 典型人环境 大部分老百姓是这样 他看你心里就安逸 你写一个 比如你写一个我这样的人当主要人物 当年葛优他们出来的时候 都问群众很有坏人 他给上面写信 说怎么不是主要人物 是一个我们叫测人物和第三类人物当主角 那时候他不干 你主要人 当然 颜文泽文会叫典型人物 三突出 但是到你们写 但不是还这样 因为他电视剧的审查 也帮老同志 老艺术家 你看电视局 那些就是余阳 余兰这些老艺术家 他是那时候过的人 人都是环境的产物 他那时候看的都是杨本戏 你比杨本戏稍微刺点 看什么 也是过 杨本戏说实在的价值观正确 表现手法极端 现在可以称为表现主义 在德国安能看 我就觉得 我知道写电视剧是怎么回事 写电视剧基本上是一活 对 是一种工业 而且 韩文是工业 他要有 他不是说你一个很好的作家 才华很腻 就能够写个好剧本 不一样 我们写这个之前 先统一思想 把个性能收好 对 钱单看老不信 想干嘛 老不信不是 可望真善美吗 赶紧还弄一 弄一苦瓜蛋子 就完了 对 美国电视剧 他们那种编剧的方法 就是 一帮人先做市场调查研究 现在有什么样的人 观众 我全都碰上过 是吧 请你去看电影 因为他制片人 他早也没有最后简介权 他拍片子回来以后 请不同 种族的人 不通话背景 去那田园表 请你白看 开完以后 他跟进去改 而且他那基础 咱这没有 没错 洛杉矶和美国几十万编剧 我在今天碰过 两次让我搭伙 全是作家 作家派 捡起人块砖头 砸一作家 所以他可以找 比如说 他可以找台词的编剧 他可以找剧情编剧 抖床的编剧 咱们哪有人 总共出来这点小孩 立刻写我给收起 所以这个东西 你就看到 它那个工业 发达是有原因的 你比如说像最近香港 我在香港的时候 看到香港很多人 在很自豪 说这个吴剑道 不是改 给那个Martin Scott 改成那个 那叫什么 吴剑道风云 这次得奖了吗 对 得奖了 大家说 你看香港电影 威风 给人改编之后 就得奖了 我就说你们 他们就甚至还有的 我有些老影评的朋友 说什么 说证明了 这个好莱坞 现在创意缺乏了 要改编港产片 我说你小心点 你看一下 他得了什么奖 他得了奖四个奖 有一个奖 那个奖很有意思 叫做最佳改编剧本奖 这个奖有意思的地方在哪 这表示奥斯卡奖 他不是什么艺术奖 他是个工业奖 他表扬的是他美国最高的工业水平 他这个工业里面 他很承认 有一行是专门的行业 叫改编 香港人真叫没见识 美国哪有创意 他所有的好多片子 45人来全是扒法国的 一个男儿和三个婴儿全是扒 他好是瞧着你扒你一个 你有什么美 但是反而他厉害的地方 就是他能改编 他当然了 他能改编 这是一个多专门的行业 你看他怎么改编 而且他这种改编 还不只是电影改编电影 他小说改编电影 他跟他扒过我的 我那一半火炎就拍那钢琴克那男 还拍过 他们家扒过我 我儿子有心跳 钱都没给我 他德尼罗还有巴绿帽子 他说这个电影 其实他不是在特别克德国一讲 说这新攀岩最合适 他们从来都有看 他们当然太充分超级自信 觉得你们家这种东方民族 拍了也白拍 还不如我来给你拍 他法国人都不在乎 这个你说 要叫我觉得 没法跟美国比 他是各行各业 都达到了一个 真正 假装到海莱坞发展 人是 你李连杰是一大星 是吧 我这缺大星 你张子一是一大星 我又用您 就跟我们用特长演员似的 特长演员 打两年您不卖了 对不起走人 我们主流电影不是你 您就是一左辽 行吗 咱自己这个 我觉得是个不平衡 要不说咱国家发展不平衡 你电视剧 或者甚至电视台 都是这样 他不会说有几个人才 你看王老师这样 有几个 但是他不匹配 化妆型的道具未必行 这个行 那个未必行 我就说句放肆的话 电影出门 就是电视局审查的 我叫你吓的 我还敢写 真是的 你审查我干嘛 你法律审查行吗 他说这个 你知道我想起一挺逗的 就顾长卫拍那立春 好家伙 我因为我钱都看过 后头我又看过一次 钱都有一比如有一情节 有一女的拿一按摩棒出来了 然后屋外有人进来 他赶快塞兜里了 但是捡了之后 观众就看不明白了 怎么 屋外一有人进来 就听着想 他们原来 就连你压都不想说 你就让我逼着我说一套普通话 演员说的不是自己话 表演就僵了 你知道吗 这个语言有很大关系 他不许你说骂人话 不许接吻 你这叫什么 王老师你对骂人话或者所谓的脏话 这个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他表达真实状态 我们大家都别当伪君子 对吗 你看美国那点里 fuck的你 谁说他文明低 他比如他写流氓 他就得说这话 他满口叫你说那话 没法 你看立帽子 上来 你妈 演员全真实了 你不可能不真实你骂人的时候 对吗 你写的是抢劫犯 你让他闻人命 你好 那是骗子 对 你这要是刘峰所及了 是不是咱这社会 人与人之间都这么聊天 谁是受电影影响 王大明说电影多干净 我们最坏 那时候 我就想说这个 这是一个很错误的观点 这是一个非常过时的一种传媒学的观点 就认为过时的传媒学观点告诉我们 老百姓都是傻的 看电视电影演什么 他就信什么 他就学什么 你说这是可能 最简单的 咱们王大明都知道 王大明多干净 一句脏话没有 社会多坏 70%千万年犯罪 我那时候都进官局了 15岁进官局 我那真话能跟电影上学吗 对 我们讲话 现在我们生活比细牛 谁跟你学 这种东西 我觉得合适的审查有两种 一种就是法律的审查 比如说你明确你犯法了 这不行 另一种是比如说从民间不同的阶层 有些国家这么做 调集不同的代表 寻求个社会共识 大家看看这个东西 大家是不是主流社会能接受 现在我们不是 我们现在是有一帮人 他以为自己的道德品位都比别人高尚 然后他就坐在那边 这太讨厌了 我就替大家决定了你们能开始了 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他说我这笑是职业性的 这也够惨的 亏惨人性 我都不会笑 所以我现在要找到点自我 剩下最后几点时间 我问点我个人好奇的事 就是说你的科学研究 我不是科学研究 你都看了 我当上了 什么叫事法平等 科学 基督教 伊斯兰教 巴哈伊教 摩门教 我们维吾论 共产主义 甚至电子游戏 黑客帝国 都是追求宇宙本质的真理 没有高下 都是平等的 因为宇宙从原点出来 它是离心出来的 我们追寻会一定是想心的 你比如说我注意 他在说 说是比如说战场上死那么多人 你打死的人 他坠着你 是个能量守恒的关系 对 这是怎么去 它是能量既不会凭空产生 也不会凭空消失 它只会从一个物体到一个物体 这是我们中学都学过的 你把人打死了 我把梁不倒打死 这能量去哪 就在你身上背着 是一反转 所以日本 你如果是唯物的话 它不就是变成原子 又转换成其他的东西 它能量在那 它能量在那 这种能量 它是变成原子了 你看不见了 但它跟着你 所以日本打不上 它要战场 尽量亡灵 过去我们都是这样的 你让它安心 能量也包括心理的层面 意识的层面 当然了 宇宙有意志 你不管叫上帝也好 叫宇宙意志也好 它是有 我们叫做人法地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自然什么 自然有个自然律 你扭不过自然律 所以你在自然律的进程中 你想反自然 你门都没有 这能证实吗 当然能证实 你们谁反过自然 我跟你说 每一个原子 你看一颗原子松枝里 它从固体到液体到气体 每一千万年在地球循环一次 你人是原子塔 您在这个循环里 你才人才多少年 你以为你们就 一千年就叫千年就万古流芳了 你别吹你 你现在到底在研究什么东西 我什么也没研究 我只是想起来 我给你讲的学名 终极问题 我当然关心我 从哪来到哪去 我为什么在这 我再问你一事 你比如说 他现在说要死后 把遗体捐出来 但是讲老实话 我也有过这个想法 可是我有点捂迷三道的 就是万一某种说法是真的 你比方说 你比如说某种说法 说这人死了之后 得停24小时 因为还有知觉 如果这个时候 你挪动他的身体 他都会感到极度的痛楚 如果我就说假 那叫胡说八道 中国人的迷信 你看过西藏独阳经 就西藏宋书 西藏书 原来有叫西藏中阴文不得教 他那都是人死以后 我打个简单比较融化在音乐里 你人没有 只有一个意识 有个视觉 在音乐里 死后就是这感觉 有意识 但是你没人格记忆 几分钟之内就忘记自己是谁了 我人格没有了 因为人格是后天形成的 所以说 西藏宋书说明心见性 见的就是物质本性 但是这没有把话说到底 它就实际上 你就出于物质观 物质也会湮灭的 物质要怎么湮灭 遇到自己的反物质 谁是你的反物质 敌人就是你的反物质 彰显你的缺点 你和你的缺点同归一记 互相湮灭 变成一座光子 因为你只有变成光子 每秒三十万公里 你才能脱离地球 战斗哲学 事实如此 我们全被被重力厂 拘在这了 直到地球崩溃那一天 变成白矮星 红绿星 一崩溃我们 物质物质湮灭 灵魂是什么 灵魂是携带信息的原子 这信息 原子怎么能携带信息 当然了 你以为谁在 你的电脑芯片是什么 是什么呀 是故意行吗 你明白吗 原子能携带海量信息 你以为谁在携带信息呢 就是所谓生生世世 轮回转世 好多都在给原子写的 这阿成你为什么出坏 他是绝缘机